哈喽,今天我们继续讲与病毒共存 我们要了解净化器的第一步 是了解HEPA filter 什么叫HEPA filter 首先你要先知道我们的空气的污染物里面大概分多种 这样你才知道什么样的filter是给什么样的污染物 第一种污染物叫做物理性的污染物 你看得到的,摸得到的 第二个叫做化学性的污染物 第三种叫做生物性的污染物 每一种污染物它需要被filter掉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就好像我们煮菜这样 有些菜是要用蒸的、炸的、煎的、生吃的 HEPA filter 空气净化器也是一样的 只有当你了解到你要过滤掉什么问题 什么污染物 你才知道你要怎样选HEPA filter 那什么叫做物理性的污染物 你摸得到的,你看到的灰尘、尘埃这些 等下我会讲多一点 第二种是属于化学性的 打个比方你闻得到的 你感觉很刺鼻的、很香的、很臭的、很怪的 都是属于化学性的,里面都是因为有化学物质在里面的 第三种是属于生物性的 什么叫生物 它是有生命力的 它是可以繁殖的 它是可以传播的 打个比方 像病毒、病菌、霉菌 这些都是属于生物性的 所以一个Air Purifier你要怎样看它好不好 那你要知道 你有没有很全面性的 净化污染物的方法 那对我来讲啦 这个是基础啦 你了解了这些东西 你很快就会知道要选什么样的空气净化器了 那我们先来讲物理性的问题 物理性的污染物 打个比方灰尘 OK 可能像你在我的office 之前每次会有再杀的人来回的 所以我的office前面很多杀的 这个也是一个灰尘 那第二是属于毛发 如果你的家有养很多的狗狗啊、猫毛啊 毛发也是一个污染物 第三花粉 尤其是你是在一些果园附近的啦 很多传播花粉啦、蜜蜂 交配器啦 不交配器 Pollination 的时候啦 花粉 塵蟆 打个比方你在大扫除的时候 你每次要打那个 打你那个棉被啦 打你的床啦 你感觉会丶臭的 可是又没有什么肮脏的 塵蟆啦 或者是危害的例子啦 最 我们最清楚的就是阴霾啦 每一年的时候 印尼烧疤的时候 所谓的PM2.5啦 OK 皮屑 我们的人每一天我们的皮肤都会代谢的 都会有很多旧的皮肤掉出来的 OK 严重的话你就看到头皮屑看得到黄色的咯 可是你想象一下 如果你看不到的咧 薄到你看不到的咧 也是有的 所以这些东西都叫做物理性的污染物 OK 如果你不把它处理掉 那有些人讲 如果你有哮喘的话 你有 bronchitis 有脂细管炎的话 你闻到花粉 你会敏感 你闻到尘满 你的喉咙会哑 这些东西都是物理性可以处理到的东西 所以在今天的绝大部分所有的空气净化器 它的最低限度就是HEPA filter OK HEPA filter 你看到的 我拿一个例子 OK 这个就是HEPA filter 你看到有一片一片东西的 白色的东西的 这个叫HEPA filter OK 那 那HEPA filter 为什么它叫HEPA 它特别在哪里 为什么不可以叫其他的filter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 那首先 HEPA filter它本身的意思在于什么 High Efficiency 很高效率的 Particle Arrest 抓住你 Particle粒子 高效率的抓住粒子 叫做HEPA OK 那为什么叫做High Efficiency 它的这个高效率在哪里 它的高效率在于 你可以抓住99.97%的0.3microns 大概是一分之一我们的毛发 OK 这个叫做HEPA 所以HEPA它本身不是较爽的 当你喊出HEPA这个名字的时候 你就证明了你的这个产品是可以净化掉99.97% 0.3microns OK 这个是HEPA的真实意义 我每次都会问这个问题 我每次看他们那种过滤器 这个可以过滤到99.98% 99.995% 你可以过滤到这么干净 这样子哪里还呼吸得到 哪里会有空气可以进得去 所以我就会去问这个问题 空气怎样进得去 如果你真的可以过滤到这么接近100% 所以我就去了解咯 所以看到了HEPA filter过后 我就很奇怪 为什么它要用这样子的shape 然后你摸的时候 你就感觉到很多毛毛的东西 它里面的机制是怎样的 我就慢慢去找 原来它里面有不同的aluminium的sheet 那外面那一层 有很多的纤维玻璃 fiberglass的 那为什么用fiberglass 那为什么要用aluminium 它有很多的theory 我们先不跟你讲 可是当它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摺的时候 它放大了空气 空气跟这个过滤芯片HEPA filter的 可以接触的时间 空气接触的越多 它过滤的就越多 它可以抓到更多的那些更多的垃圾 你想一下 以前我们度小学的时候 小学的窗口都是很多片 对吗 现在的玻璃就一片罢了 以前的玻璃很多片的 为什么 其实以前的玻璃有很多片 是有过滤的作用的 它有这么多的玻璃片 每一次灰尘一进来 它就会先沾染到玻璃那边 没有那么的容易进来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它们是以折叠桩的方式呈现的 它要过滤的更干净一点 它里面的fiberglass 是什么样的形式呈现的 我们用放大镜来看 是以这样子的方式做的 有粗的 有锡的 有毛的 有一整片覆盖的 有很多种层次呈现的 虽然肉眼看不到 真的是看不到 可是里面的方式是这样子的 这些不同的纺织布 不同的fiberglass 就是这个原理去trap 去抓住不同的分子的我 如果这个分子稍微比较大一点 因为它比较重 所以你马上就直接撞到了 我的filter你就卡在那边了 你就被进化掉了 如果你本身的分子是稍微小一点点的中等的size的话 你也不用担心 因为你的这些size 会跟着那个风的流动 跟着风的流动走 只要你跟着你的风的流动走 你会被我的一些网状的东西抓住的 很像那个 很像那个 蜘蛛网这样子 如果你的分子是很小很小的 那更不用担心 你会感觉得到 当你在摸hepa filter的时候 你会感觉有点静电这样子的 毛毛的东西的 这些就是抓这些非常细的分子的 一个hepa filter 它用三个机制 抓住不同的危害分子 厉害哈 我个人是觉得蛮厉害的 那hepa filter 可以进化99.97% 0.3μm的危害分子 可是是不是什么东西都是hepa 我可以随便找了一个filter 我就讲它是hepa filter 今天在马来西亚 很多人做live 在showbiz lazada 都可以讲是hepa filter 可是hepa filter它本身其实是个trademark来的 你要用hepa这个字 但是你一定要有一些实验证明的 所以它的实验证明是这样子的 我就不用做到太过details 我的意思是跟你讲 今天每一个人都要买hepa filter 都要买空气净化器 每一个公司你没有看过那个牌子 没有听过那个牌子 你看到那个hepa你都觉得是好的 不是这样子 hepa它本身 你要真真真正正的hepa 它一定是有很多的实验证明 它是可以进化0.3μm 它才配得上称自己是hepa 这个你要了解 所以不要听人家讲hepa 就一定是hepa 这些全部是oem制造出来的 没有什么样的实验证明的 那hepa lite 99%hepa hepa type的filter 这些全部是骗人的 代表他们知道他们不是hepa 可是他们又要让人家知道 它跟hepa很像 因为它价钱便宜 它就用这些的字眼去confuse你咯 很不道德 可是现在人做法都是这样子了 反正现在covid-19这么严重 每一个人6000多块 7000多块的空气净化剂 好不好它都买吗 这样我随便哪一个几千块钱的给它 而产品差一点不用紧 反正他们一听到hepa 他们就买了 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消费者 比较无知的原因 那要怎样找到好的hepa 你找不到的 你只可以找到有公信力的公司 为什么呢 你找到公信力的公司 你才有办法找到真正 真正的正牌的hepa filter 因为打个比方 在外国 有几个case我知道的是这样子 这个人他开始呼吸有点困难 有点问题 他就发现到 为什么我的房间的那个危害粒子 PN2.5% 而P2222 变到比较高了 可是我买了这个hepa filter吗 这个hepa filter它讲是hepa filter 我照理讲说不会这样肮脏的吗 为什么现在还是这么差 他可以去告那家公司的 诶 你的这个公司的牌子上面 你写着hepa filter咧 你写着h13hepa filter咧 为什么过滤不到我的东西的 他可以告这家公司的 这就是为什么 真正有公信力的公司 他放上了hepa过后 他不会乱乱来的 他背后一定有很多的实验证明 讲说我的产品真的是hepa filter 所以这个是要跟你们讲的一个东西 那你一谈到hepa filter 你一定会看到很多普通的 什么他只跟你讲 Air filter Filtration Web Fiberglass 这些是属于普通层次的 你会听到h13 或者h14 这些叫做medical grade 医疗 用品的air filter 打个比方 像这个就是h13的hepa 你会看到这些词 h13 h14 是属于比较medical grade的 那什么叫做h13 什么叫做h14 OK 一定人会觉得h14 就是最好的 因为number比较高 不是这样子 h13 h14 就好像我们买那个pike 这个是12的 这个是18的 这个是26的 听起来26比较好 不是 不同的属于管 有不同的作用 OK h13 h14 也是这样子 h13 是属于广泛性的 h14 是属于局限性的 打个比方 今天你要过滤99.95%的空气 或者过滤99.995%的空气 听起来这个好像过滤比较多是吗 不是 重点在于它可以过滤多少的 range的 打个比方 这个可以过滤0.1到0.3 过滤99.95% h14它只可以过滤0.25到0.3 99.95% 虽然它过滤的比较高 可是它只可以过滤到这个 range 它过滤不到这么大的 range 这个就是差别 OK 如果你问我 不用看h14的 你们直接看h13就可以 绝大部分现在你在外面的harvey normans 看到的那些hepa filter 都是hepa filter 13 h13 为什么呢 因为h13它的用途比较广泛 广泛在于哪里 今天可能是那个人他有打喷嚏 可能那个人有灰尘 那个人有养狗 又或者是那个人有一些bacteria 在一些pm2.5 所以它会遇到的污染物的 那个范围很广 可能是人的 可能是动物的 可能是花粉的 可能是打喷嚏的 范围很广 所以h13就比较适合 所以你看到小到一些shop 大到一些比较大空间的cafeteria hepa filter center 甚至高级到那些医院 做牙医 诊所 美容行业 他都可以用h13 h14是属于 如果你是在自己的一个工厂 这个工厂很特殊 你做的这个产品 一定会释放某一个化学污染物 某一个物理性的污染物 就只有那个0.28mL 至9那个罢了 所以其他的你都你不 filter 你只要 filter 那个99.99% 你才用h14 ok so这个就是hepa filter ok so我希望你们 至少了解hepa filter的一些 一些logic 那今天covid-19 与病毒共存 未来的养生一定不只是要抗病毒 毒拉杀菌 更重要的是 怎样增加我们自己的抵抗力 外面的危害减低 内部的抗 抗 免疫能力增加 这个才是我们要看到的 ok 从外部 你可以先从空气净化剂开始 ok 那我会慢慢教你选 今天是讲到hepa 那第二 就是利用我们的产品 ok 我们不可以做任何的medical claim 可是只要你给我一个月的机会 我就会让你看到很多不同的东西 ok 所以这个产品的贴片叫做Bluetodione 这个是X39 怎样用一个贴片的方式 增加你身体的免疫能力 怎样增加免疫能力 白血球 那怎样增加白血球 你身体要有很多的干细胞 它才可以转化成白血球 那你的干细胞从哪里来 你要是吃的喝的打针的 可能都好 那个交给你 可是我们讲的是用贴的 ok 一个月money bag guarantee 给我一个月的时间 价钱是1260块钱 ok 这个配套 一盒原本是530块钱 现在卖这个四盒 1260块钱 属于一个开工的配套 希望大家至少有一个protection ok一天花一个5块钱 6块钱 保护一下自己 那 你对这些产品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联络我的助理 容容 还有grace ok 我讲到这里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